1,2,3,smile yoho,大家好,我是Sam大叔Sam's Talk 那今天正好没有什么事情做 已经躺了一个上午了 找一点事情聊聊 刚好呢,今天我就在B站看到一个这样的话题 聊聊我的职业 其实很早之前呢,就是有一些 想要学化妆或者是 想要当化妆师的人来私信我 问我一些关于居然学化妆 当学图前景怎么样啊 或者是明星化妆师到底好不好接担这些问题 正好今天呢,我休息 所以呢,就想跟你们聊一聊 关于化妆师这个职业 以及为什么我会当美妆博主 这个事情 我是天生属于很小 就是像幼儿园就开始很爱画画 艺术细胞呢,就不敢说 但是呢,画画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一直坚持不懈的爱好 大概从小学开始 我就只会关注一些杂志或者是广告 或者一切跟没有关的书籍 所以我父母呢,就是属于画了老本 让我去学画画 直到初二的时候呢,我的师傅 也就是一个教授跟我父母说 我已经学会了油画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学了 只要勤念 大概的意思就是 可以出师 结果呢,十四五岁的时候 正好是叛逆期的时候嘛 我本身也不爱读文科 出生以后呢,我就考进了广美的副中 那后来就是占了自己的艺考分数高 然后就开始换课 最后甚至把那个画笔已经抛之老后了 其实现在想想呢,就是 简直当时是疯了 所以不要学我,这个是绝对是法面交差 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最后呢,就把自己已经做到退学了 没有毕业就已经开始出来打工 初期呢,我有做过SLO 还有服装销售 中国电信,客服 嗯... 其实没有一份工作是可以坚持半年的 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这些职业都不是我的爱好 天天上班是真的很痛苦 嗯...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 我跟我爸爸提过就是 想去学化妆 但是当场就被他聚了 因为他认为化妆师这个职业 就是女生该做的 毕竟那个联带并没有那么开放 其实我也挺能理解的 我爸妈是很希望我去给他们 接手他们的建材生意 跟我说只要不需要学什么东西 在坐在那天天收钱 就可以给我工资 我现在听说是后面那个灰色的墙子 就是我自己贴的 从初中我就已经学会了贴墙子 还有地铁里面的一些PVT 那些地板胶 都是他们做的这些材料 贴一次就给我几百块的 收入 但是我确实是没办法爱好这一行 所以天天迟到 我根本就不想做 每天就在前台那个位置 对着电脑看一些时尚的资讯 刷微博之类的 后来我爸爸就看我对时尚 或者是一些美的东西 有自己的执着 后来才同意我去学化妆 那当时我在广州 所以就让我去找到一个学化妆的机构 当时也不懂 就是被坑了四万块 进去之后呢 也学不到什么 就可能上课的时间都不到三周 剩下的时间 其实都是跟老师出去做广东时装周的一些幕后 因为当时也缺乏形式 所以就一直要我垫头发 在下面垫卷发的时候 一直在闻那股油味 所以我很讨厌弄头发 那当时这个职位呢 就是算是助理或者是一个学徒 所以呢 费用也就只有100块一天 如果路程远的话 加上打车或者是吃饭的费用 别说赚钱 可能还要倒贴 其实呢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子 不管你在什么机构 就是只要真正能给到你所需要的知识或者经验 你都必须经历就是不停的反问质疑自己的一个时间段 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在考验你 你到底是对这个行业是好奇还是爱好 因为你需要从助理这个底层去学会一些茶言观色 或者是人情事故 但是化妆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胆识和审美 所谓的技巧都是前辈们不停的琢磨出来的 他们会让你走少很多冤枉路 当你有了胆识 你完全可以自创用这个手把来化妆 当你有了审美 你可以就靠个人的风格去赚钱 把这条路走得更远 简单来说呢 其实化妆真的没有循规蹈矩 我们化妆可能会把一个模特去发现他的美 当一个艺术品去欣赏 扬长必短 包括在我们的生活中看任何事情都一样的 现在回头看来呢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个必经之路 但是呢 当时我爸爸有叫过放弃 就是因为 用为钱 头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出头之意 那如果你看到这里呢 我最主要想给你们分享的就是 我们都不是小朋友了 都非常清楚自己的思想或者是理想 你到底是追求什么 渴望什么 当你定了目标 就该不懈努力的去追求 当时我也是跟爸爸这么说的 你给我一年时间 证明我的选择是没有存的 所以后来呢 就选择了一个更有权威 更专业的学校 也就是巴黎Maker Forever学院 当年的学费是15万人民币左右吧 存学费 生活费还有住宿是无上限的在巴黎 以前Maker Forever学院呢 还没有在上海建立 世事也会经常有人问我 到底是在国内哪个机构学化妆比较靠谱 在我看来在上海Maker Forever学院 还有韩州的毛哥平化妆机构学院呢 是值得考虑的 回头看我做幕后彩妆师已经足足10年了 也就是从20岁开始 选对了一份这样的职业 无论出去也有多少声音在反对 过程有多辛苦 其实我至今都没有质疑过自己 甚至感到骄傲 好了跟你们说了这么多的发霉回忆 其实都不太美好 那我就跟你们聊聊 大家看来明星彩妆师 或者幕后工作者的光纤亮丽的背后吧 我觉得没有一个行业是不辛苦的 更含有更含的不容易 我并不认为彩妆师这个行业 是一个光纤亮丽的职业 普通职业宾呢就是腰肩盘突出 或者是脖子老鼠 像在电影院开电影前的那些一分钟广告 那叫TVC行业 化妆师在这个行业呢 每天都要三十点 或者甚至两三点就要起来去工作 然后每个班子呢是十六个小时起 我有试过给迪士尼拍连续十天TVC广告 拍到第九天我就发高烧了 就是熬不住 因为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睡觉 像剧组里面的话呢 是每天都要五六点起来 然后在一个非常高温的环境底下更装 不同职业的彩妆师都有不同的辛苦 我觉得 很多粉丝问我到底要怎么当化妆师 我觉得如果你只要铁了心 或者很热爱这个行业 我不难理 甚至是支持的 我在广州香港还有上海待过几年 在这样的一线城市里 二十的化妆师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接单量多少呢成熟是看你的交际能力 像做独立自由彩妆师呢 有可能是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都没有单 你的接单量完全是靠你的名气 或者在这个圈子里跟外面的一些客户的关系 到底牢不牢固 有了客人你就要去尝试把它做成熟客 把关系经营的更好 还要靠他们去给你介绍更多的客源 所以呢在这个化妆圈里口碑做起来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是自由职业彩妆师 熟客就不说了 那大部分可能都是新客人 他们对你不信任或者不了解的情况下呢 都需要你出一些reference或者是fitting 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前的准备 所以我认为自由彩妆师这个职业的专辑并不是首位的 主要就是口碑还有你的社交能力 那幕后工作到底是怎样的 也不能说有多辛苦 至少起的比鸡早 睡的比狗啊 我都辛苦要赚钱 拖着50公斤的箱子到处跑呢 其实是我的日常 那也有很多人认为 天天见张明星会很开心很激动 但对我来说呢 只是真的见过太多了 而且我也不爱追星 因为幕后工作真的做多了 像刘嘉玲 蔡康勇 周比畅 李一峰 诺涵 爱云嘎 王菊 我都有合作过 所以总体来说呢 化妆门槛是很低的 只要你有钱就能去学 但是你要热爱这一行才能做得好 所以竞争能力也特别的大 有一些别的机构 或许会跟一些工作室或者自由彩妆师去竞争 他们以置换的形式或者是赞助的形式 简单来说就是你要赚钱 作为制度争能师需要赚钱 但是他们是免费给你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呢客户就会选择机构 用我的工作非常的不稳定 也许工作一两天就休息一大段时间 后来接触时尚公关多了 他们经常会问我成功的经营是什么 我回答不出来 因为幕后的工作默默耕耘 哪怕再辛苦 像剧组的化妆师 难道就为了心目一个名单出来吗 所以回头一看 我觉得做幕后这么多年都抓不到什么东西 因为所有作品它不是跟你的名字是挂钩的 跟你的努力也不是挂钩的 可能只是一个幕后付出 我做了十年幕后 也会有人问过我 你做了十年彩妆师 你虽然拍过很多大牌子的广告 或者是给很多大牌的明星合作过 但其实他们这个广告 并没有写上你的名字 我有甚至熟虑过 确实是 但其实你只是一个幕后工作者的时候 回头一看十年来 我好像除了我的简历是 如果我不发出来给你看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拍过什么 他们的广告也不会列上我的名字 就像剧主一样 难道真的就为了一个羡慕的名单出来吗 也有一个同事去访问过我 他说虽然这个大牌广告是你拍的 但没有写上你的名字 我可以说不是你画的 所以其实这句话是 真实的打击到我 辛劳的一些付出 所以为什么才会后来转型做美妆博主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美妆博主 我有一个专记去分享给各位 而且又可以跟你们交朋友 又可以被你们认可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的价值所在 当时也是想着利用一些空运的时间 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我做美妆博主已经有半年了 最初期是做一些短视频 录出 还有在微博分享一些 我喜欢用的爱用物 也算是误打误撞 在互联网上有一点点小仪器 首先呢 能够在线上认识你们 跟你们交朋友呢 这个事情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的一天 毕竟我个人是比较现实的艺术家 比较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基本上我是不爱聊天 特别是微信 可以说我是不刷朋友圈的 我也基本上从来没有主动过去跟任何人聊天 除了客户 现在做了博主呢 你们就像我的小祖宗一样 每天除了工作的时间之外 我都会去回评论或者是看你们给我的意见 现在工作结束之后呢 我会想着给你们拍拍什么 晚上在工作室直播结束之后呢 然后还会拖着一个箱子出去出差 然后早上回来又会把剩下的时间去继续拍摄的内容什么的 跟你们说这些其实并不是卖场 因为是我自选择的 我热爱这一行业 我喜欢给别人化妆 把别人变美 这个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对这些所有事情呢 永远都抱有一颗热爱的心 所以不管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或者是多大的联系 希望这些视频的分享会让你们 对你们的未来会有更好的启发或者想法 希望我们对热衷的事情呢 可以一直的坚持 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 而是自己一个爱好 所以呢每天会做的更有价值 所以希望我们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如狂 好吧 过来 好了 今天呢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 所以呢 新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拜拜